好的 現在呢 我們就要用低蛋白的澱粉 來做那個金黃蔥油餅囉 哇 蔥油餅耶 對啊 而且是用低蛋白的澱粉 所以我們想請問一下老師啊 低蛋白澱粉啊 它跟我們的平常的一些 麵粉什麼的有什麼不一樣 它可能做起來就比較透明狀的 透明狀 就像我們的芋頭 像我們的西湖米煮過以後 所以它的口感很像是肉丸嗎 對 會有點像 但是在稍微軟一點皮 對 會再軟一些 那像我們一般的食物當中 有哪些澱粉做的 譬如說像我們的素薯粉 太白粉啊 這一類的 它就是比較偏向這個 比較像澱粉 比較像澱粉的 好 那老師 所以現在就幫我們來做一下金黃豬油餅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準備的材料有 油 還有冷開水 以及小許的鹽巴 還有胡蘿蔔 那請問胡蘿蔔它是要用來 一個是就是小朋友如果看到的 白白透明的 大概就沒有什麼食欲 那我們就可以用一點蔬菜 來增加它的顏色 讓它看起來比較可口 所以胡蘿蔔會打成汁 對 胡蘿蔔打成汁 那如果今天沒有使用胡蘿蔔 用其他的蔬菜可以替代嗎 可以啊 可以用菠菜 菠菜 可以挑那種顏色比較特別的蔬菜 都可以用來是代替這個胡蘿蔔 還有一點的素薯粉 太白粉 還有小許的蔥花 是 而且小蓉你看這個金黃蔥油餅 一人分它的大白質只有0.4 對 雖然是很少的對不對 對 但是它的熱量是夠的 又有286大條 對 現在我們就請老師來 幫我們示範好了 好 那我現在這邊有一個是打好的 已經先把它打好汁的那個胡蘿蔔汁 對 就取了80cc左右 那我們的胡蘿蔔汁 剛才這個胡蘿蔔跟水是去打嘛 所以我們現在的就是粉 現在是太白粉進來 一小碗 20公克左右 好 那我們的素薯粉也是20公克左右 把它進來 還有一個我們的鹽巴 好 加少許的鹽巴 所以素薯粉跟太白粉加起來的話 它就是等於4D蛋白的澱粉囉 對 對 對 然後就是它做起來就會很像的和 和我這種感覺 好 那我們就是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就OK了 其實不難對不對 它本來的這個蔥花就可以下來了 好 我們就下一個蔥花 所以就跟蔥花就一起 蔥花呢 你可以隨自己的喜好去加 那如果有一些大朋友啊 想要吃的話 加一點胡椒粉可以嗎 可以可以 也可以 好 所以我剛剛就聽到喔 其實啊 要提醒各位的家長們啊 就是說吃澱粉類的東西 這道菜澱粉類的東西啊 它比較容易沾黏到鍋子 所以我們要選擇好的鍋子 對 器具上面就要特別小心 要選用不沾鍋 是 大家會比較好做啦 謝謝 好 我們熱鍋以後呢 我們就放一些油 那基本上做這個蔥油餅的話 它會需要比較多的油 比較多的油 對 好 那我們就是潤一下 而且在就是代謝異常的朋友們啊 他們就是在油的攝取上面 也會比一般人來的高一點點對不對 因為會在裡面攝取到 這就要問我們的 熱量 熱量 是這樣嗎 對 會用油脂來提高它的熱量 因為吃的東西有被限制住這樣 喔 而且你知道嗎 油多一點就香 喔 就會很香 有的小朋友就會比較容易就吃 對 因為他們的配菜什麼的 就已經比較少了 對 就比較清淡一點 沒有那個肉的味道 那油多就香了 好 那我們現在鍋子應該差不多 那各位 也是要注意看喔 因為聽說熱量菜的口感還不錯 嗯 好 那我們就下來 直接把它下來 好 稍後把我們的蔥花平均的 鋪在這個上面 那它就是煮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大概煎到呢 這個變成透明狀了以後 邊邊開始會有點開始要變成 透明的感覺 起泡泡的 有點變白白 酥酥的感覺的時候 我們再來翻麵 其實它那種熟的程度也蠻快的 瘦的程度也蠻快的 對 對 對 它其實因為薄薄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還蠻快熟的 對 它就產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它很容易沾黏 因為它不像一般的麵粉 就會直接翻過來 哇 你看喔 它這真的是很容易沾黏的 來 可能讓我們需要一個輔助一下 所以這個已經是不沾鍋了 是它麵粉粉成的特性 所以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對 好 那如果說你真的覺得它的沾黏狀況 會比較容易沾黏的話 那你可能就稍微再煎久一點 那它更酥一點點 或者是說 像你發現說 我的鍋底都沒什麼油了 你可能需要佐料加一些 那它的蔥的香味就會出來 好 那你看我們現在佐料再加 我剛剛想用一個食材耶 就是這個如果用地瓜去打成吃啊 會不會也很好吃 就是它有一點甜甜的地瓜味 地瓜打成吃的話 其實就是要看我們蛋白質的部分 對 它OK就是那個量 來看看地瓜的蛋白質 對 對 對 真的隨時都要注意蛋白質的含量 對 它的攝取量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滑 那你現在發現說 我這麵其實就會比較酥 它其實就比較不會沾黏 好香喔 好香喔 我好想趕快吃吃喔 來 牌子先發一下喔 牌子先發一下 先準備一下 哇 真的太香了 對啊 已經炸好了 來 我們來試吃一下吧 哇 口感怎麼樣 好香喔 好吃 有胡蘿蔔的味道 香香的 然後真的很像吃肉圓上面的那個皮 QQ的 而且它好Q喔 我覺得小朋友應該會喜歡這道菜 對 因為感覺焦焦焦 好像在焦蘭糖 可是如果老師有一些小朋友要不吃葡萄的話 葡萄糖 葡萄糖 對啊 那我可以用什麼做替代嗎 像如果不喜歡吃葡萄的話 其實我覺得像芹菜啊 然後玉米啊 喔 玉米 玉米 對 那小朋友一定會很喜歡對不對 對 對 所以你中間可以夾一點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煎一片的時候 你就把我們這些餡料放上去 然後就把它給它煎起來 夾在裡面捲起來 對 然後裡面就會有餡料 然後他們吃起來就口感又好 又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還是有很多的替代品喔 可以多種口味來變化 對 所以講到變化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老師來教我們一些 我們剛剛有學到了那個 怎麼煮米飯對不對 對 我們可能就要用米飯來再做一些變化 對 讓小朋友更喜歡吃囉 不會有日式便當嗎 嗯 我來睡覺 我來睡覺 看看 對 我來睡覺 接下來老師要教大家 就是用我們剛剛煮的低蛋白米 要來做一些變化 要讓小朋友吃得更開心 對不對 對 那老師今天要介紹的是 海苔QQ捲 海苔QQ捲 目凝絲一定是有海苔 對 然後呢 捲起來 對 然後一定還要有裡面的一些配料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配料有那個白飯 還有我們的低蛋白米米飯 還有我們的蘋果醋 還有我們的香鬆 還有紅蘿蔔 還有小黃瓜 哇 還有紫菜 我們剛剛有講到的海苔 老師我對這些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唯一有問題的是說 為什麼要加白米飯呢 難道不能全部都用這個低蛋白米飯嗎 是 全部用低蛋白米的話 它年輕比較慘 就很容易就散掉 對 因為我剛剛有試過它的口感 其實就粒粒分明 沒錯 它沒有黏 比較沒有黏性的 OK 所以要加一點白米飯 但是對於那種有一些 我知道就是說有一些耐性 立場的小朋友 它的攝取蛋白質的質量比較高的話 沒辦法攝取到這麼高的話 是不是就比較不適合這一道菜 基本上還是可以依照他們的情況 來調整主食的比例 對 那可以譬如說1比1 或是說把低蛋白米飯的比例提高 變成2比1 這樣 OK 只要說低蛋白米可能是2 那我們一般的白米飯可能是1 就是1 主要是讓它可以比1次 對 原原性 好 那我們現在可不可以請老師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就把我們的這個白米飯 還有呢 低蛋白米飯 一起放進來 好 那這個大概都是煮好的狀態 要稍微有溫度 你會比較好把我們的那個蘋果醋拌進來 好 那會稍微呢 把它呢 挑鬆一下 好 那我們的蘋果醋 就讓它混合一下 對 對 那老師 如果今天我們家裡面沒有蘋果醋的話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子的替代瓶呢 像譬如說 鍋梅絲面上有很多那個現成的壽司醋 好 好 好 幫幫你梅子醋都行 都可以 所以這樣子的調味料是OK的嗎 是的 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我們的醋呢 就倒在你的飯食上面 它會留在上面 那它醋的秘密要多少 我們這邊大概 二到三大吃能出嗎 二到三大吃 對 也是看小朋友的接受度 對 因為那個酸度其實是 每個人喜歡的程度不一樣 對 對 因為我覺得這道菜很棒 你剛剛是說啊 可以小朋友帶到外面去 因為小朋友在外面吃飯其實 滿麻煩的 對 很多東西都不能去 對 尤其是小朋友上學啊 可能營養午餐他們也完全不適合 所以小 因為通常那個患有病 我們的家庭都是帶便當 對 通常都是帶便當 那媽媽又要更用心了 對 好 那你看它的吸收狀態呢 我們可以多量再加一點 好的 再加一點 來 那像這個要一個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的飯不能怎麼太亂 好 不能太軟 對 因為你還有加了一些那個 我們的液體還是剩下的食物 了解 所以呢 加如果太軟的話 你再一拌它就補掉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拌勻的就好 那現在其實這樣看起來 就跟我們一般的那個白米飯 沒有很大差 對 好 那我們就取一片海苔 一片海苔 對 那注意一下喔 海苔它其實有正反面 對耶 我們常常搞不清楚哪一面是正面 哪一面是白面 好 你看一下 有一面會比較亮 一面會比較 這邊是比較光滑 這邊比較粗糙的 那比較粗糙的這一面呢 是放一面嗎 對 就是我們等一下是直接跟飯接觸的 好 好 我們就請老師來幫我們吃飯 好 我們就把這個飯呢 放一些上來 那就是全部把它拼補 好 好 好 哇 撒出來了 好 我們稍微把它推平一下 那這個旁邊稍微要注意一下 前後這個 飯的那個厚薄程度呢 要差不多 對不然有的時候 到時候捲起來的話 一坨太粗 然後一坨這樣子 對捲起來那個菜會掉 對 那稍微壓一下 但是不能壓太緊 不能壓太緊 對 那因為我們裡面有那個 那個滴蛋白米 所以呢 就是要比平常的米飯呢 稍微緊一點點 好 稍微緊一點點 對啊 因為它是完全沒有 它是比較沒有點心的 好 不行了 小黃瓜跟胡蘿蘿蘿 小黃瓜 小黃瓜 差不多一樣長 嗯 好 那我們的胡蘿蘿 給上來 好 就取一下它的味道 這樣請問一下老師 如果啊 就是小朋友對這個 蔬菜類 他可能會害怕 那我可以用一些 水果類的替代品嗎 呃 水果類的替代品 你必須要挑 它是比較不會觸碎的 好 對 好 那我們現在香鬆進來 加一點點的香鬆皮的味 對 那它的味道會比較夠 其實我們現在小孩還蠻喜歡 用香鬆來拌拌拌拌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把這個竹簾拿起來 稍微捲壓一下這個內餡 有沒有 往前捲 然後呢再往後 好啦 好 往後擠啊 往後擠再往後啦 對對對 讓它稍微擠壓一下有沒有 好 那我們再往前跑 就拉著它往前走就好了 好的 哇 下去捲起來 到最後呢 我們就稍微用手 把它壓擠一下 然後塑形 大家一打開 正方形 這樣就OK了 其實差不多 等一下會不會是馬蹄形 馬蹄形 對 好 這樣就做好了一點 好 這樣做好一捲了 然後你旁邊就稍微把它 稍微壓一下 因為旁邊它是邊緣地帶 它沒有依靠 所以它比較鬆散 所以稍微把它壓緊一點 對 壓緊一點 等一下切的時候就不會這樣 然後就是把它切一段一段一段 這樣敷在那個便當上面對不對 對 我們就放在便當盒裡面 然後再加一些配菜 對 或是一些水果 水果 就已經很豐富了 對 還有蒟蒻 或者是想要可以接受的花椰菜式類 對啊 馬上就變成了一個日式的便當 真的很棒耶 那請你好像來告訴我們一下 這樣的一個便當 它的蛋白質數有多少 目前這個QQ捲的部分呢 一人份 那大概它的蛋白質好像是4.8公克 這樣一般的那個代謝異常的患者來講 都是可以接受的程度嗎 是的 因為通常如果像一碗白飯的話 它的蛋白質大概就有6公克這麼多了 對 所以它其實一整條才4.8公克 對 好 這次營養又好吃 再還介紹面之前 我們先來試吃一下 對 我要試吃 我都忘記了 這個海苔QQ捲的口感怎麼樣 然後我們擺入那個 跟進去試看看 好 好香喔 這個我覺得是用心感 一個一口啦 完全是都有跟吃的那個海苔QQ是一樣的 對 而且 老師你這個飯的深度啊 真的是剛剛好耶 剛剛好 夠味好 夠味 夠味 對 本來想說會不會是裡面通常都要加一些什麼 像加的蟹肉啊 或什麼好像才有什麼肉的味道 可是這就有了耶 對 而且它的那個香鬆已經把那所有的味道 香味都提出來了 嗯 我騎了那個味道 所以我們等不及了 又要再試試看老師的義大利麵了 好不好 我們來介紹義大利麵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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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